大家好,我是陈雪 今天为大家朗读我的小说《无腹之城》 这个小说把我从直视书写小镇风光 小镇故事的书写视角拉开 思考着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 一个写小说的人 那处在想象与真实 虚构与创造之间 很长时间里只有自己安静的独处 即孤觉又必须如此地感受 要说出这几个字是多么艰难 我耗费了多少时光 才能再次地说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这几个字成让我发疯似地逃避 而如今那只是一件我必须去做的事 不重不轻 不是光环也不是重担 但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身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